有一个,从修在梦中得到提醒,获得天上重要信息,把自己交给屠杀妈妈,为众生活着,什么问题都会得到解决,把自己的一颗心放下。 师父,您开始一下吧。 把自己的一颗心放下就很简单,当你要想求某一件事情,你一定要先放下,你要拿一样东西,你必须手上没有东西你才能拿。 现在你自己的心放不下,你求什么都不灵的,尤其在末法时期,台湾讲过的,越来越精为分明,就是好人就是好人,坏人就是坏人。 我曾经讲过,一件白春衫,上面沾了很多的墨汁,你说这件春衫还能穿吗,还算好春衫吗,对不对,你讲起来我大部分白春衫都是好的,几点墨汁就是坏了吗,那你能穿吗,这算好的春衫吗,对不对, 所以到了末法时期,只有做好人,脑子里全是好的善了,饿的东西不能有。 那他说,把自己交给菩萨妈妈,为众生活着,什么问题都会得到解决? 把自己交给菩萨妈妈,什么都解决,只要你用心,你什么东西都跟观世音菩萨讲,菩萨妈妈,什么都帮你解决,台长碰到什么事情,就跟观世音菩萨讲,观世音菩萨帮台长,什么都解决,因为我已经没有自我了,我已经没有自己了。 你们很多人都不懂的,什么叫没自己,跟你说,连生命都可以交给菩萨了,因为本身你到了这个境界,你根本没有自我了,你已经,就像雷锋一样,他只有想到别人,没想到自己。 所以这种人才能得到人家的爱战,才能得到别人的尊敬,明白了吗? 明白了,谢谢师父开始,师父有一个同学梦到,师父还是菩萨对他说,你要带两艘船,两艘船的人回家,这两艘船到底有多少人呢? 他想请教师父,很简单,这就是说,应该他是天上成愿再来的菩萨,他必须度这么多人,他才能上去。 你要记住,我问你,一艘船,如果没有坐满人,你能开走吗? 一架飞机,比方说,你能让买票的人,你没有全部坐满,你飞机也不会开,你驾驶员你也飞不了,对不对啊? 你机上也飞不了,那么一艘船多少人,这个船可大可小,实是菩萨讲的,带两艘船,就是你尽量把你自己的功德坐满, 你把你所有渡的人要渡满,明白吗? 实际上一艘船就是前妻,二艘船就是后妻,听得懂吗? 就是说,前妻你要把多渡很多很多人,然后这些人都学佛了,都在精进了,好了,你这艘船慢慢越来越满, 因为这个前妻你渡的这些人,他们这些人还会再去渡人,对不对? 好,接下来你就是帮助他们怎么样境界提高,自己怎么样能够让他们成为人间菩萨, 这个时候这艘船里面的人境界更高。